直播流星群,一期一會,今晚有我,林欣彤 阿Mac Hi,Eric 又見你了 今次終於出碟了 上次跟你說起很多你以前小時候的回憶片段 你不是說有張被子嗎 對,我未找到 未找到那張被子嗎 甚麼?你說你從小到大不可以放手那張 我還在找 我以為是你封面那張 不是 唉呀,我一直有這個錯覺 我以為是 不是 但這是你的封面嗎 沒有呀,這張很漂亮 這個是外套來的 它扮得好像被子 好像是床上擁抱自己的感覺 唉呀,我不知道 我很想找回 如果我找回,我會上網上 那倒是 因為我跟他很多人說 很穩感 因為今次終於拿到Mac的第五張個人專輯 我真的有一個很自然的投射 你上次說到那張被子,這麼喜歡 不可以沒有它 今次看到封面的時候,我就很自然想到 這張被子是不是就是呢 我想我找回會睡得很好 我還沒找回,有點壓力 衰時而已 衰時而已 是嗎 會找到的 希望是因為我現在搬了暫時三個月 東西還是暖暖的 為甚麼?你搬了自己出來住 之前搬了,我之前也是自己住的 但就搬了其他地方 可能有一點亂 那些東西很快 有時候的東西是這樣的 你不刻意去找的時候 就會自己爆出來 希望我媽媽不是默默地扔掉 不會吧? 很害怕 因為這樣你會發瘋 我怕你會 很害怕 寬恕 這次,這張被子還沒找到 把碟子再帶上來 這次這張碟子就是你第五張唱片 裡面也有兩首歌 是你自己有份參與去創作的 這張碟子讓你自己先介紹一下 好,其實這張碟子 全部都是關於我成長的故事 而頭那兩隻呢 就是在說追尋理想的時候 有甚麼會阻礙你 又或者有甚麼力量 你會可以驅使到你繼續堅持下去 譬如我們都是想像你的就是 不要太專注在環境變成怎樣 而是你的童心還沒變就可以了 那份童真是 小時候你是很有勇氣 追尋任何一樣 你覺得要追尋的東西 而本身的用處呢 就是現在在補充 是一首想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我們本身的用處 可能是一件你很喜歡的東西 你很容易上手的東西 又或者你未必厲害 但是你特別有耐性去學的東西 而這些事呢 可能未必符合我們現在社會 大家認為出頭的準則 可能你喜歡的東西 或者你的理想 你媽媽覺得賺不到錢 又或者 你應該先讀了甚麼書 你讀到去哪間大學才算 等等等等 但其實可能已經 已經用了你二十幾年了 是的 但可能在你的二十幾年 如果你早點去 肯答出 其實我想學廚 學到很厲害的廚都可以 因為 可能你會成為一個很成功的廚師 而未必是你媽媽想你做 或者社會認為厲害的醫生 嗯 就是這樣 所以這首歌其實想提示大家 本身我們每一個人 應該都有這件事 未找到的就 繼續要努力 還有 不要讓那些 旁邊的 甚麼是應該 甚麼是不應該的聲音 先影響了 嗯 就是你憑著自己的真心去找這件事 那我的就很明顯的是唱歌 是 幸好我家人是 真的很放手 是 而他讓我去練習 他自己喜歡參加唱比賽就去 那 我也要很感謝我爹媽媽 要不然 沒有人會想到我會做到歌手 因為我自己也想不到 是 那時候我直接想著他做空姐 或者是做幼稚園老師 那但是 現在做了歌手 原來真的有可能 嗯 就算沒有做到 我也是一個很喜歡唱歌的人 小時候 你沒有機會被你做歌手之前 是 有沒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 都不知道將來有甚麼用的 會的 會迷惘的 會的 究竟我將來做甚麼好呢 做甚麼呢 是 因為呢 在我以前的時候 小學的時候 我已經很喜歡練歌 但是對我來說是娛樂性質的 是 後來有個老師就說 你唱歌很有天分 然後我慢慢認真對待這件事 是 而到後期 到了 Form 2 有一次我們 我記得的 你突然這樣問 突然記得 有一次我們去同學家玩 然後我們討論大家想做些甚麼 嗯 然後我就不知道 但其實 我是想做歌手 我不敢說出來 怕別人笑 發明星夢 對 發明星夢 我心裡只是想起這件事 沒有其他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 後來慢慢就變成 我想做空姐 或者我想做其他人 但今天做歌手 其實真的很幸運 現在做到一個職業歌手 和你以前純粹做夢的時候 想著可以做歌手 嗯 現在現實和夢想裡面 差異是否大 應該說有些事我不知道 以前你不知道 沒有想到會這樣 是 一來那個壓力 其實是一個公眾人物的壓力 嗯 而一個歌手就是一個公眾人物 另外就是 原來當興趣變成了職業 也有他痛苦之處 嗯 但就很難三言兩語句說 譬如 有一些 你要 可能 你都要照唱 但你未必有足夠的時間準備 對於你那個 應該要有的準則 那你就可能要 鬆懈些 即你有時可能會有這些東西去卡住 但是 就經常都會提醒自己 其實我很幸福的 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事情 即現在你要面對到 可能是壓力上面的 或者工作上面的其他的難處 是有可能 將林欣和歌手這個夢想說 算了 我還是不做了 以前 有一個 兩年前 就是我之後那兩首歌 就是金剛圈和小花 就是我覺得 嗯 我追夢想太自私了 我應該陪著媽媽 因為那時候我追夢想的時候 媽媽就去 越來越衰退 嗯 老了 嗯 而我覺得她需要我 所以不如不要做 嗯 就是我這樣想過 因為我覺得 我太幸福的話 我得到越多東西 我就覺得越內疚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不可以令到她好回來 精神回來 我就不如跟她一起衰 這樣 就是那時候很邪惡 這樣想 那就是衍生了我現在有這兩首歌 就是金剛圈和小花 金剛圈就是一個這麼困局的一種愛 我對我媽媽 太執著 還有錯誤的執著 是 那我就說了這個故事 給林若玲知 那她就寫了一份這樣的詞給我 嗯 就是說 壓力壓著愛變造了傷害 就是這首歌的開頭 是 就是我的故事 所以就要叫自己慢慢放開一點 放開一點 還有真正的愛 不是這樣 是 我這樣根本是一種傷害 我甚至在傷害我本身想安 和保護的媽媽 是 有時候一個人 她對自己的要求也好 你說那種愛也好 被自己構成一種壓力的時候 你周邊人見到也不好受 很辛苦 你自己也辛苦 看著你的人也辛苦 所以放開一點自己 就是這首歌 所想說的一些訊息出來 不如這樣 我們看看剛才 一會兒回來再跟她媽媽說 像你這張碟 在整個蒼足過程裡面 她自己的感受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